永泰公主的墳墓 是中國歷史上 唯一被冠稱為林的公主墓 可憐的是這位永泰公主 她只活了17年 這樣是一座 充滿書院氣息的城市 沿著古城牆邊走 我們帶你前往另外一座 您來到西安不能不去的博物館 現在帶大家來到 今天的第一個景點 就是飛林博物館 而這個飛林博物館是中國 就是收藏保存這個歷代的這些 碑石、木製最完整 也是最多的一個地方 而據傳這個飛林博物館 在以前它是一座孔廟 我們可以看得出 整個牌坊 包括這一磚一瓦 甚至一個石頭 都顯得是歷史久遠 走 我們趕緊去看一看 西安飛林位在西安市區 文廟的舊舉 走進文廟牌坊之後 感覺一片寧靜祥和的氣氛 遊人不多 比起兵馬俑 這裡需要多一點耐性 跟氣氛來欣賞這些碑石 我們將透過專業的講解員 一起來任序了解 這座博物館 那這個碑林這邊 到目前為止 它已經源自於多久 是從北宋1087年 1087年 對 非常早 所以這裡是原址 對 當年是孔廟的一個舊址 是 那裡面保存了 有很多名家的這個證據嗎 對 我們現在有收藏了 四千多碑石 其中包括出售王羲之的 有顏真卿 柳公泉的 等一下 那個顏真卿 柳公泉都有 對 因為我記得以前 就是我們在學習這個書法的時候 就是寫的這個帖子 都是這個顏真卿跟柳公泉的 對 那有那個張旭嗎 張旭也有 我們有張旭的有鍍痛貼 還有斷籤字文 都有 都有 都唐代課 所以立體課本上面的東西它都有 大部分都有 另外我發現 之前我們看到這個碑林的 這個碑字 怎麼少了一點 對 無關的非常細心 這也是普遍遊客都問到一個問題 來碑林的都要問 碑林的碑子為什麼沒瓢呢 其實這個說來的話長了 其實古代的 在宋代之前的碑子 普遍都這麼巨型 在我們展廳裡面 就非常有名的方碑石 大清井教 流行中國碑 其中的碑子就沒瓢 包括流子都沒有點 這是古代講究對稱的一種美 還有就是說 據說這兩個字 是當年林澤徐所提的 而且當年背景是在 古門瀟燕之後 被扁到新疆土中 所以這個期間 它是被扁關了 被扁關了 受人理解為就是烏沙茂吊 所以信不大好 故意沒寫那一下 應該還有這樣的典故 對 碑林這個顧名思義 就知道它應該是這個聚碑成林 在沒有進去這個碑林之前 我想說 頂多裡面應該是一堆 保存還不錯的這個石碑而已 沒想到真的進去了解一下 發掘裡頭的學問 還真的是不少 入口大石碑刻著孝金 安置在三層的石碑上 故稱石碑孝金 唐玄宗李隆基曾親自家住 第一室成列的開城石金 是唐文宗開城二年刻制的 內容包括 如家全部經典的著作 通稱石三金 我剛剛有一個發覺 對 好像有的這個碑的下方 有些是有烏龜 但是有一些又沒有烏龜 甚至每個烏龜的頭 長得都還不太一樣 是 其實您提到這個烏龜 它並不是和我們講的烏龜 它長得外形像烏龜 其實這是我們說龍生九子之一的 一個兒子 叫碧隙 碧隙 對 就是力氣特別大 專門駝背的 這個當然也是有等級之分了 它有的沒有 因為等級不夠 也有這個一般 但是無片以上的官員才有這個 碧隙它駝背的 無片以上才有 但它至於它外貌長相不一樣 這是因為客工的客法 因而易的 它其實都是一個神獸 就是必氣的 所以是因為這個 頭長的不一樣 是因為不同的人來做的 對 那事實上它就代表同一個神獸 同一個神獸 對 第二個成列室 成列了許多 具有許料價值的石碑 其中便有記載基督教 在長安城傳教經過的 大晴景教流行中國碑 在第三個成列室裡頭 成列的是歷朝歷代的大書法家的作品 咱們一般說唐代呢 是一個講究法度的 書法講究法度的一個時代 尤其唐代的楷書最最有名的 而且也是最輝煌的 所以我們一般練楷書呢 都會從選擇唐代字貼 在唐代字貼中的楷書呢 最楷模的就要是顏真卿了 它背於楷書第一人 但早期期的都不知道它感應碑呢 使它非常用心製作了 而且上面的可以看到每個字體的點畫 特別這個完整 而且它撇納平極四刀 橫筆呢在竖筆之中 萬筆之處呢 都能看到它的韻筆的一個筆道 所以我們初學楷書呢 一般都學顏真卿的都不知道它感應碑 在這成列室中 除了顏真卿的作品外 我們還可以找到 柳公泉的玄秘塔碑 而我們也終於找到 期待已久的王熙之作品 才是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王熙之作品 王熙之作品 對 三藏聖叫序碑 不是藍庭集序喔 不是藍庭集序 但是這個碑上很多字呢 出自於藍庭集序 這怎麼回事呢 因為在此 咱們碑名的三藏 就是特指唐三藏 玄奘 是 因為它在此碑中呢 翻了一部佛經 叫做心經 心經 我有聽過 聽過 所以要看一看 找一找有沒有熟悉的記者 對 這邊有 這邊有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真的有 所以這個是 當初王熙之寫的 這個不是王熙之寫的 因為王熙之生活年代是東靜 這是唐代課的碑 不在一個時代 這是後人呢 收集王熙之作品裡面的字 一個字一個字收集 收集過來 在課的碑時 這是中國古代第一塊集字碑 二十四年時間 二十四年時間 是 僧人還人花費了二十四年的心血 從內府藏王熙之墨跡中 極字刻成的聖教旭碑 極為珍貴 在這裡只要用心看 會不知不覺的 就忘記了時間地點 看著這些千年文字 似乎讓人身陷其中 剛看到有些碑的下方 有的是有碑座 對 有的沒有碑座 那我發覺他們那個碑手部分 好像也都不太一樣 是 有的有的沒有 對 這是根據時代的一個差別了 是 比如咱們東漢這方碑石呢 它就沒有這個碑手 但是早期東漢碑石 也有像碑手 不是簡單的 像這三角形的 這比較特別 哇 三角形 對 這個是像古代大成拿的禮器 就玉龜 什麼叫龜手碑 它智慧刻成這樣子呢 其實這方碑它不是刻字的 而是測量時間的 測量時間 對 就像這方碑石一樣的 測那個日照的那個 對 日照的時間 對 就簡單測量一下 是 看它影子長短 那我看它上面好像有那個 那是動物嗎 對 像這道隋唐呢 咱們就是非常豪華這種碑手 已經定型了 上面雕的是龍的兒子 叫潘癡 也是龍的兒子 對 上面有潘癡 上面有碑氣 也有碑氣 對 跟著專業的這個導覽解說員 走一趟這個碑林 哇 你真的發覺 你自己好像走入這古文觀止的世界一般 你彷彿是打開這中國文字的寶庫 像是什麼 顏正清 柳公全 王羲之 張旭 這些名家 真的是太精采 太精采了 尤其每一個不同名家的字體 甚至每一塊不同的這石碑 彷彿每一個點都讓你 是重新上了一課 碑林還保留有諸如王維花竹 達摩面壁 還有興福寺殘碑 碑策等 大量古代許科的圖案 運輯豪在現場還可以看到 工作人員正在拓映許碑 來到西安這個碑 有很多種吃法 除了之前帶各位去吃的這個 白急碑以及肉夾碑之外 當然還有遠近馳名的泡碑 而這個泡碑 在當地最有名的就是老孫家 而我們現在就來到了這個老孫家 而且我們來看到這個老孫家這邊 竟然有一個泡碑 而聽說裡頭收藏了這個老孫家 他們的歷史餐具 以及也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他們回族了 他們在當地的飲食文化 白雲年來經過幾代老孫家人的 精心打造 許其贏得了天下第一碗 泥塑作品《方上風情》 再現了五六十年代回民房 街道的繁華 現在我們就請老師傅說說 正宗的泡沫吃法吧 泡沫地道的吃法 是需要先用手把膜掰碎 把每小塊細細地掰成黃豆大小 據說自己動手掰的膜 吃起來才香 口湯這個泡沫和水尾塑是不一樣的 裡邊的湯量少一些 冰客吃完以後 碗裡邊有一口湯 這就叫口湯 第三種的泡沫是叫乾泡 所謂乾泡就是 把這個牛羊肉的這個湯 經過煮製的過程 全部侵入到膜的裡邊 使乾泡這個膜 金香濃郁光滑 第四種是單走加粉絲 加一些附料 做好以後就是有湯有肉 需要用那個發麵餅掰成兩半 由中間拿筷子把這個肉加到膜裡邊 吃一口膜加肉的這個餅 然後再喝一口湯 再過程去叫乾泡 你現在帶我看的就是唐三材 對 那三材是什麼意思 三材的話就是因為在唐朝的時候 它這個器物比較的流行 而且經常是以三種顏色出現 比如說您看到我們眼前的這匹馬 就是黃 綠 白 要么就是黃 綠著 經常在這個泳的表面 是有這三種顏色 人們就習慣上稱它為唐三材 是它們有別的顏色嗎 有啊 但是古人他就喜歡用三合五代替多數 就說真正的唐三材 實際上指的就是多材 像您看到的這匹馬 這就是我們永泰公主牧出土的一件 三材鐵花馬 和其他的馬您看到有非常明顯的區別 馬的身上 頭部它是帶有裝飾品的 對 而且在它的前方您看到沒有馬燈 就說明它不是一匹戰馬 而是一杖對中的杖馬形象 相當於三匹 但是我們要說皇家最高等級的馬 應該屬於五花馬 這個五花馬 不是說身上的這個佩戴的飾物 而指的是馬頭上的棕毛 被輸成五遍 五遍 對 其次就是三花馬 就是三遍 我們昭靈的話 出土有昭靈六郡 那六郡呢 是李世民生前騎過的六匹戰馬 而它就屬於三花馬的級別 五花馬就不常見了 而李白在《相近九》中 當時就講到 說五花馬千金球 呼而降出 換美酒 就指的是最高等級的馬 是 而我們眼前的這匹馬 它只是 怎麼說呢 就相當於皇家 遺葬隊中的杖馬 而我們看到的這些唐三彩 它是陶勇燒製好以後 將這些釉料澆上去以後 然後再放到窯裡邊 燒到九百度以後才取出來 所以說 您看到的唐三彩 它是經過再次高溫 燒製而成 因此您看 已經有一千三百多年了 它們的顏色非常的亮麗 不管是張懷太子墓 還是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陪葬勇 除了唐三彩之外 這裡展出的小型陶勇 經過了一千多年 土埋深藏大多褪色了 眼前這兩尊唐三彩的官永相 可以看出當時官帽朝服的樣序 最特別的是 這設計人不是別人 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所以這是皇帝自己訂的 對 是李世民當時候發明的 他自己發明的帽子 對 這種三良靖德官 是李世民發明的 這個帽子就是 它有這樣一個特點 再一個您看 它文官穿的官袍 是那種寬袖長袍 族燈的是圓頭如一縷 因為您看他穿的這個長袍的話 如果走走路的時候 這個袍子拖在地上 就不方便 對 所以他穿這個鞋子 您看是上翹的 是 對 然後我們再看他這個武將軍 武將軍您看他的時候 有一點您可能注意到了 頭上戴的帽子很特殊 對 怎麼可能有一隻鳥 有個鳥 這個鳥其實叫賀姬 賀姬 對 而這個帽子呢 就叫賀官 賀官 我們知道武將軍的話 因為外出征戰 他肯定要笑勇善戰 對 就是因為這隻鳥 他這個性情非常的勇猛 很適合武將軍 所以呢 把他這個賀姬的形象 撕造在這個武官的官帽上 哦 就是取得一種勇猛善道的意思 是 博物館展示的出土陶泳中 除三彩陶 這造型特別精具色彩鮮艷 反映了唐代高度發展的陶藝水準 但是莊絮奇特的從人物造型看來 有些倒上去老外的樣子 在唐朝的時候 他有外籍勞工這個形象 是 比如說那個黑人 黑人 對 還有那個新羅壁 是 這兩個地方的人 他有個特點 新羅壁是哪一個 新羅就屬於朝鮮了 朝鮮 對 因為當時的朝鮮 它包括新羅 鮮碑還有高麗 這三個地方 那你剛有說到那個黑人 他們是搭船來的嗎還是 不是 黑人 他來到朝鮮的途徑有兩種 一種的話我們知道 在唐朝的時候 絲綢之路非常的盛行 而他們就是通過絲綢之路 被泛運過來 被泛運過來 對 還有一個途徑就是海上 當時印度洋有一個 叫尼科巴群島的裸人國 是 他們就是從那個地方 被泛運到獨城朝鮮 新羅壁的話 由於他們這些人 經過專業的訓練 對 非常的乖巧可愛 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說的 菲律賓的女優 是 一般在這個達光貴族家裡 一般從事的都是一些 侍女的角色 所以他們都是侍女 對 奴仆之類的 但是我們所說的黑人不同 黑人的話比較強壯 對 那他們的話 在當時主要就是做一些苦力 勞工就對了 對 而且這些達光貴人 已擁有黑人的多少 就是顯示他的地位 那請教一下 我看到那個人頭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張懷太子墓出土的一件 很有代表性的文物 是一個宦官的形象 宦官就是太監 太監 啊 有奈公主林 陪葬品豐富 出土文物很多 共有1354件 之中各類彩繪唐三彩詠佔佔了878件 透過陶詠的裝扮與型態 可以歸納出當時人們部分的生活型態 是研究唐代歷史幾位重要的資料 從外觀看這陵墓 建構是相當的宏偉 接下來帶大家進入墓穴參觀區喔 這個墓有多深 最深距地表面要16.7米了 而且有看到這兩邊這邊好像還有這個壁畫 這是壁畫吧 對 那是剛開挖的時候它就是這個樣子嗎 開挖的時候呢 兩側墻片本身就有這個壁畫的 但是呢 由於為了保存它原始壁畫 所以我們專家把它們分段就連同墻皮接走了 因此各位現在看到的這都是後期我們臨摸上去的 這邊有一個小窗口 而且裡面那個小小一尊一尊的是唐三彩還是彩繪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彩繪的 而且剛才我們在博物館已經看到了 實際上他們跟剛才您看到的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都是一些女利用或者男子用 所以它現在就是用玻璃格子就是為了保護它 對 而且當時我們看到那些陶泳就是出土於在這個小看當中 唐朝繡這個墓的時候 它的墓式結構是非常有講究的 是 我們可以再接著往下看 好 那我再請問一下 就是像這個拱形的這個隧道口啊這個 它這個上面這個壁畫又是代表什麼的意義 這個其實呢 在墓裡面稱為是過洞 然後給它過洞上面繪的這個壁畫呢 你看上面這個就是寶像花 寶像花 對 然後還有下面就是海石榴花 寶像花就是一種富貴的意思 海石榴 我們說石榴的話其實就象徵的是多子多福 多子多福 對 就是這個意思 你們這是窗戶啊還是通風口 這個不是窗戶了 不是 這就是當年盜墓賊走之後留下的盜洞口了 盜墓賊 對 那他是盜墓賊先來偷東西還是你們先挖到 肯定是盜墓賊先來了 他們先來 因為我們打開這個墓的時候就發現這個墓很早就被盜了 時間大概就是唐朝末年的時候 唐朝末年就已經被盜了 對也就是說 所以這個也算是古蹟了 肯定是古蹟 這磚都是唐磚了 這是唐磚了 對 那他盜走了什麼東西 其實當時盜墓賊貪圖的也就是我們所想像到的那些金銀珠寶了 這是刻意我第一次探墓 由於看太多盜墓小說總覺得一股想要挖寶的興奮心情 從我到往墓室裡走 我們來到一間會有豐富色彩的壁畫房間 到這裡是最讓人好奇的 這邊是哪邊 這裡我們就來到了公主的會客室了 就是她的前墓室 所以全部都是壁畫 對 而且你發現它都是以公女為主的 都是以公女為主 跟我們剛上次在那個博物館看的東西是一樣的嗎 不一樣了 因為剛才我們看到的那些壁畫是太子墓出圖的 您看到它有這個外交的 有這個狩獵活動的 那公主墓繪帝的壁畫您看 它就是以這個公女為主了 每個人的表情都不太一樣 因為它描繪的您可以看出來 就是這些公女準備要去服侍公主了 而且我發覺那時候的這個畫風好像還蠻講究的 唐朝您看的話 它這個公女的服飾我們剛說是上面短衫 下面拖地長裙 對 其實這種服飾就是襯托出女性的那種曲線 很豐滿 也就是說唐朝畢竟是以胖為美 而且我們說唐朝它以胖為美 實際上不是我們說的那種臃腫 它是指的那種豐滿 豐滿 豐育感 對 可能有個發覺就是這些看起來都很像女生 可是最後那一個好像看起來好像有點像男生 各位 其實您看來我們說確實很仔細 我們這幾幅畫呢 有一個特點就是您說的 畫面中走在最後邊的這一位 她是一個女官 女官 並不是那個太監 女官 就是女扮男裝 女扮男裝 對 就是唐朝的時候它社會風氣很開放的 這是因為武則天做了皇帝以後 婦女地位也就提高了 女子呢就可以走出宮門 而且可以穿男裝 可以外出狩獵 打馬球等等 但是您看他穿的這種男裝 是那種大帆領 大帆領 就是唐代流行的虎服 外來的服飾 也就是說這個壁畫的畫面場景 實質上描繪的就是唐朝一種開放的社會風氣 而且發覺每個女生她們的臉真的是 有雙眨吧 很圓潤 很圓潤 而且中國古代第一美人 就在我們這幅畫面當中 就在畫面當中 你可以看一下哪位是最美的 這個嗎 確實是這位宮女 那表示我們眼光還不錯 眼光確實很不錯 但是我們這位宮女 為什麼說她美 當時她是從幾個方面來講 第一點您看她的站姿 成一種反S型 對,反S型 就是我們說的那種曲線 體現女性的俄羅多姿 是 第二點我們可以看她的表情 因為整個面孔給我們呈現出來的是非常的自然 她的嘴角是微微上翹的 捧了一個高腳杯 對 如果往高稍微舉一點 就會將她的進步給遮擋 對 顯得就好像略高了 但是如果往低一點的話 就會顯得她低垂無力 所以說捧杯位置就恰到了最好的 所以捧杯也是一門學問 經過大廳後必須低頭穿過木門 這裡頭就是主墓室了 感覺變狹窄了 對 而且覺得好像變冷了 因為我們現在馬上就要進入到她的寢室了 寢室 對 所以寢室就是她的那個埋葬的地方 就是放她屍骨的位置 所以這麼大這個就是她的那個石棺 這是她放她屍骨的 叫做果 果 對 怎麼說呢 因為它是兩重 就是當時我們看到的這只是外側 它是三十四塊石板拼湊起來的 所以它是直接暈進來 從這個木道然後暈進來 對 那剛剛我們有問到您 就是那個勇太公主她的死因是什麼 其實我們剛說勇太公主死因是誰 是兩種 有兩種 對 就是在這個地宮還沒有開挖之前 我們是根據新舊堂書 一些史料中的記載分析 說這位公主十七歲那一年 跟她的丈夫兩個人 還有她的哥哥 易德太子李重潤 由於這三個人都是很年輕嘛 對 就在私底下議論武則天晚年的私生活 說她奶奶之間就是一些壞話 是 被武則天知道以後 將他們三個人就處死在河南洛陽 怎麼會知道的 就是因為她說了武則天跟她男寵 男寵 就是張昌宗張義之之間的事情 被這兩個人告密了 然後就把她三個人一塊給處死 好 但是等到這個地宮在上世紀六零年開挖以後 我們這個地宮裡面出土了一盒墓志明 他冥文中卻記載說 這位公主是男產 男產 就是生小孩死 好 所以有分為民間的說法 有官方的說法 怎麼說呢 也不能說是民間 因為他是 新舊唐書中記載 並不是野史 不是野史 可是我們又知道 沐志明他一般撰寫的時候是有避諱的 你想為長者會 為親者會 為尊者會 所以我們史學界的專家 傾向於這位公主 就是被武則天處死的 是 這次的墓道體驗真的是相當的特別 我們這一路走這個思路之旅 這是我們第一個 拜訪已經開挖的這個陵墓 而且這個陵墓 我們在走這個過程就覺得 這個陵墓這個墓道怎麼這麼的深 原來它的長度有八十幾公尺 而這個墓的深度也有將近二十公尺 這規模是相當的大 也可以顯示出這個永泰公主 這的確她的地位是相當的顯和 而我們從她的壁畫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她其實過去的生活 是過得還滿舒服的 不過聽說她的下場好像 並不是這麼的好 永泰公主的墓墓 是中國歷史上唯一被貫稱為 林的公主墓 這規格跟帝王相等 可憐的是這位永泰公主 她舉活了十七年 我們僅能從墓中的壁畫 搖想當年她在宮中生活的景況